神学小问答二十二 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 问 在那么多标榜信耶稣的教会里 有可能知道哪一个真是耶稣建立的教会吗 是否可以说 那么多不同的教会 都是耶稣建立的唯一教会的多元美的面向 答 要知道哪一个是真正耶稣建立的教会 最简单的方法是从历史的角度去看的方法 耶稣建立了一个教会 并许诺地狱之门不能战胜他 也许诺天天和他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所以 耶稣建立的教会必定现在在这世界上存在 而且自耶稣以来没有停止过在这世界上存在 这就显示了只有罗马天主教会是如此的 因为其他的都是耶稣后很久才出现的 多元不一定是美 要看是互补的多元还是互相矛盾的多元 耶稣建立的教会不可能同时教导洗礼是必要的 而又说不必要的 不可能说教宗是基督的代表又是反基督者 不可能说基督的神性 人性完全真实临在于圣体圣事 而又说不临在或只是象征性临在 不可能说教会有七件圣事 而又说没有或只有两件 不可能说告解圣事可以赦罪 而又说不可以赦罪 不可能说圣母玛利亚 灵肉升天了 而又说没有灵肉升天 不可能说圣经的旧约有46本 而又说只有39本